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作为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就是一个最基本原则 当然要分别的从权益结算和现金结算两个角度去把握 我们先来看股份支付确认计量原则中的 第一个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首先如果是有等待期的怎么办 没等待期的怎么办 前面呢我给大家说过 我们的股权激励目的在于长期激励 之所以企业上市公司做股权激励 就是为了让人长期的稳定留住 所以它是长期的 那么长期的话呢 就基本上不存在我今天授予之后立即可行权 而是让授予日和可行权之间有距离 这就是有等待期 所以在实物中通常是有等待期的 没有等待期的就是授予日与可行权日重叠了 授予日就是可行权日 所以它就没有等待期 但是从理论上它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理论上的存在 实物中的很少考试时你了解就好 来一起看一下 如果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没有等待期的时候 也就是授予日立即可行权的 对于授予以后立即可行权的 换取职工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这说权益结算的啊 应在授予日 首先是第一个日期授予日 按照权益工具的供运价值 将取得的服务寄入相关资产成本或的当期费用 同时寄入资本公积的溢价 我们的分落是如果是管理人员的 我们借记的是管理费用 借记的是资本公积 注意一定是一个溢价 溢价啊 他是资本公积价 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在授予日时 权益工具的供运价值一定是授予日的 一方面呢 我们要掌握这是授予日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知道 这说的是权益工具的供运价 这里的权益工具是股票呢 还是股票期权呢 大家知道股票是股票 期权是期权 股票期权是给你一个买股票的资格 那么期权的供运价值呢 就是股票的市价和你行权价值差 才是这期权的供运价值 所以说我们这里强调的是授予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运价值 说的不是授予日那一天的股票的供运价值 当然如果你的行权价为零 那可能就等于了股票的供运价值 通常来讲他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权益工具的供运价值 不是股票的供运价值 这事一定要注意 另外我们写分落时 待机的是资本攻击 是溢价 为什么老强调这溢价呢 你再看 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企业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分表日 你比如说我这是 一共是三年期 那的一二三 这是三个资产分表日 每个资产分表日怎么办呢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的最佳估计数为基础 按照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供运价值 这个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供运价值是一样的 不再多说了 但是你那个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是你估计的 用这数量乘以供运价值 算出你技术成本费用的金额 但是你对应的资本工具是谁呢 是其他 看见没有 权益决算的股份支付 有等待期的那个资本工具是其他 没等待期的是一家 要注意它俩的区别 当然他们使用的那个权益工具的供运价值 都是授予日的 并且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分表日 我们怎么去估计的最佳估计数呢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这三年期的 这是授予日 这是可行权日 第一年年末 我们假设就是一次授予一次行权的 第一年年末 你要在第一年年末 把整个三年的情况你都估计出来 然后你除三乘一 这叫站在全局看局部 考驻快的人要有大局观就从这来 我们说的有人有大局观 有人没有大局观 他那做事情选择你就看出差距了 咱们考驻快通过股份支付练习大局观 怎么练习大局观呢 就说虽然你这是站在第一年年末 但是你的脑子装了三年下来 它会是个什么样子 你把三年预计出来之后 除以三这不就第一年的了吗 等到第二年年末的时候呢 按照同样的思路 你还是把三年总体情况预计出来 然后出三乘二这不前两年的吗 前两年的你知道了 你扣掉第一年的不就成第二年的了吗 倒计 等到第三年一切水落石出 无必再麻烦 直接算总数扣掉前两年 就是第三年 这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来继续看 对于换取其他方服务的股份支付 这里说的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啊 如果你是换取职工的服务 我们就按照上述的原则 如果是换取其他方的服务呢 还比较特殊 因为你其他方不一定是你的职工啊 企业应当按照其他方服务 再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看好了啊 一旦是为了换取其他方服务的 那就按照其他方服务再取得日 这不是授予日 是取得服务日的供应价值 将取得服务 进入相关资产成本获费 如果 其他方服务的供应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但是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 企业呢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来计量 但是这个供应价值一定是取得日的 所以啊 这个小特殊你可千万千 同样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假如换取职工的服务的 咱就是上述的思路 如果是换取其他方的考试是一旦出现其他方 你要牢牢记住 我们那个供应价值 首选 其他方服务的供应价值 并且是哪一天的呢 取得日的 如果服务的供应价值找不到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用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但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也只能是取得日的 这个取得日 与授予日 形成鲜明的对比 继续 好 我们来看单项选择题 2016年的1月1日 甲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 与其高管人员签订股份支付协议 协议约定 等待期为2016年1月1日期两年 16年的1月1日开始数两年 这就等待期 那说明1月1日是授予日 两年后 18年1月1日 那叫可行责任 两年期满 有关高管人员在甲公司工作 并且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5%的 有条件 除了有时间 还有这个收益率 高管人员每人可无偿取得10万股 甲公司股票 这一无偿股票的价格就成了 授予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格 因为你是无偿的 你那行权价为零 你的股票价格减行权价格不还是股票价格吗 甲公司普通股按董事会批准该股份支付协议前 20天平均市场价格计算的供应价值是20元一股 授予日那一天的甲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18元一股 看清了没有 这叫授予日这一天的股票是18元一股 正是因为授予日这一天的股票 所以这个金额 它就是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18元一股我们找到了 继续 2016年12月31日 甲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25元一股 没用 我们只用授予日的 只用那18 根据甲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市场价格的波动等因素 综合考虑 甲公司预计该股份支付 行权日期普通股的供应价值24元一股 不用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中属于甲公司 在2016年因该股份支付 确认费用时应使用的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18元一股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是授予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就是18元 18元是股票价格减行权价格为零 因为是无偿的 所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就是18元一股 好 准备看一下 A选项 预计行权日 不对 B选项 16年1月1日 甲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 没错 因为这一天就是授予日啊 这一天的普通股的供应价值 就是我们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啊 那么C选项16年6月3日的显然是不正确 它不是授予日 董事会批准该股份支付协议前20天的这也不对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B选项 非常简 我们就记住一件事 如果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字架份表值 你使用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它应该自始至终 我们用的都是授予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一定是授予日 当然这是换取职工服务 如果换取其他方服务的 应该是取得时的服务的供应 没有服务供应时 是取得时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但它不是授予日 是取得服务时 好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2006年的1月1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 甲公司向50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1万份股票期权 记着啊 50人每人1万份 股票期权 给的不是股票 给的是将来买股票的资格 根据股份支付的协议规定 这些高管人员 自2006年的1月1日起 在甲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等待期有了 1 2 3 等待期有了吧 就可以以每股5元的价格 来购买1万股甲公司的 普通股股票 那说明行权价是每股5元 啊 06年1月1日这一天呢 他应该是属于授予日 因为这天股东大会批准的 所以这天授予日 授予日的时候 每份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15 他告诉我们授予日的期权供应价值了 这个我们后续就使用了 比如说50乘以1万股再乘15 这就可以算成本费用 但是接着看 那么06年没有高管离开 06年年末没有高管离开 还有两年呢 甲公司预计在未来两年将有5人离开 那就说明我们这50人里面最后行权的是45人 这个45人是哪一天你估计出来的呢 不是你第三年年末 是你第一年年末估计出来的 所以这呢 大家就得明白啊 我们整个是对50人的情况进行估计 但是一共三年时间 刚到第一年年末 我们就对整体行权情况进行个估计 我们认为将有45人行权 每人一万股 每股都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来乘 乘完之后 这45乘1乘15这是谁呢 这是你站在第一年年末 对整个三年的情况进行的一个估计 那么你要想知道第一年的成本费用是多少 你除三乘一 或者直接乘三分之一就可以 这是第一年的 那要到了第二年年末呢 第二年年末重要的还是这个思路 你要把这三年总的行权情况预计出来 然后除三乘二前两年 减去第一年算出的成本费用就是第二年的 我们继续 2016年12月31日 假公司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 每份供应价值13元 这我们不用 我们只用授予日那一天呢 他是来干扰的 假公司应该股份支付在06年 英勸的职工薪酬的费用是多少 这个千万注意 你看他说职工薪酬 你不要写应付职工薪酬 那个现金就算是应付职工薪酬的 他最终落脚点是费用 他说的是那借记 高管那就是借记管理费用 这管理费用多少钱呢 多少钱 那我们就是45 乘以1乘15 再乘以1分之1 就这数 然后呢 你代记的是谁 代记的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因为这是等待期内的 算出来就成 大家知道 把这数一算出来是谁呢 来看 最后是C选项 225 也就是45乘15 乘以1分之1 225 这是咱们第一年年末 如果到了第二年年末 假设预计刑权人数是40人 那你就40乘以1乘15 还是授予日的 然后是除3乘2 减去225 这就是第二年的 你站在第二年末 对总的刑权情况 有一个预计 然后呢 乘以授予日的 权益公积公积价值 既然是总刑权情况 3年的除3乘2 这不前两年了吗 减去第一年的225 那不就成第二年的了吗 思路就是如此 掌握思路很重要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 会计处理 首先我们也是 分为有没有等待期 先来看这理论上 要是没有等待期 也就是说 在授予后 立即可行权的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怎么做呢 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话 企业就在授予日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 供应价值 计入成本费用 代际的是负债 这个负债走的是 应付职工薪酬 并且在结算前的 每个资产付业日 还有结算日哪一天 我们要对这个 应付职工薪酬的 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若有变动 把这应付职工薪酬的 供应价值变动 计入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永尔老师 你这么一说呀 我就跟没听懂一样 没关系 老师在这跟你 说文解字拆开 首先 无论是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的 股份 假如 有等待期的话 授予日哪一天 是没有分路可做的 但是 如果是 没等待期的话 授予日是有分路的 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那分路呢 是借记成本费用 比如说是给 管理人员的 股源激励 比如说是给 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 那我们就借记管理费用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就待计资本公积 溢价 因为是授予日的嘛 那么如果是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假设也是给 管理人员的 我们就借记管理费用 待计的是应付 职务薪酬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供应价值 用的是授予日那一天的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供应价值 用的不是授予日那一天的 是每个自然会表示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授予日 权益结算的 确定了一个资本公积的溢价 而现金结算的是 确定了一个应付支付薪酬 这个资本公积溢价 以后就不用管了 而现金结算 确认这个应付支付薪酬 以后在结算时 如果供应价值 和你现在确认 这个应付支付薪酬 不等了 那个供应价值是负债 是应付支付薪酬的 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走的是 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 这是我呢 同样没有等待期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和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这么对照一下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 同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没有等待期 和有等待期 有什么区别呢 来看 有等待期的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有等待期的时候 授予日 没有分路可做 但是企业应当在等待期里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说三年 这一二三 每一个年末 这都是资产负债表日 所以如果是三年的等待期的话 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怎么办呢 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数为基础 看来你也得直接判断 也得要找最佳估计数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供应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记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费用 同时 你要记入的是负债 并且呢 既然是负债 将来就要结算 在负债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及结算当日对负债 也就是应付支付薪酬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若发现这个应付支付薪酬的 供应价值有变化 要把这供应价值的变动 记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有人一听 就感觉到云山雾爪 发懵了 别紧张 刘老师给你提建议 刚才没等待期时 咱是不是横着比过一回啊 现在有等待期的 再试着比一回 怎么比 你还记得权益结算吗 权益结算 他受益日 因为有等待期 权益结算的受益日没翻路 咱先结算 也没翻路 还有没有 有相同之处 另外 权益结算的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都要考虑会计的处理 现金结算也是如此 也是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表日 考虑处理 权益结算的是借记管理费用 现金结算也借记管理费用 权益结算代记是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现金结算代记的是赢付职工薪酬 有区别了吧 最大的区别在哪 最大的区别在于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所使用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一定是受益日那一天的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所使用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是我们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那一天的 一个是受益日 常年固定不变 一个是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可以说它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这是一大区别 另外还有一大区别 等待期内你确认的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形成那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一旦确定后续不再变化 可是你要是等待期内的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确认的那个应付职工薪酬 只要是在等待期之内 你就不用管 但只要出了等待期 什么叫出了等待期 就是从可行全日以后 到你结算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包括行全日那一天在内 我们都要随时的对你这个应付 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当发现你应付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 发生了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的供应价值变动 进入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这难道不是另外的一大区别吗 当然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现金结算对这个应付职工薪酬 供应价值变动的调整 他一定是出了等待期以后的 等待期之内 没有供应调整 这事可千万记住 当然你那收益日立即可行全的 没等待期 所以收益日确认那个负债 到了后续一结算的时候 他就可能随时 随时要调整 总之 负债的供应价值调整 技术损益 而资本供应的不做调整 这些事啊 看似凌乱 但是大家呢 对照着 逐一着比较着 你就发现他们有差 在这里刘老师再提醒一下 等待期内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确定他的最佳估计数的时候 完全一样 怎么一样 思路一样 怎么一个思路一样 用刘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站在全局 看局部 通过这种处理可以培养我们注册会计师的全局官 看问题有全局官 这很重要 我们来继续看单项选择题 经股东大会批准 M公司呢 2018年1月1日 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为 M公司授予其100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每人1000份现金股票增值权 看清楚 给的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是给股票吗 不是 是最终根据股票的增值情况 给现金 所以呢 你一看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心里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没问题 并且呢 这18年1月1日是授予日 我们继续看 可行权日是21年的12月31日 成了 这里给了两个时间点 来一起看啊 把时间轴画出来 一个点是2018年的1月1日 这是授予日 另外一个点呢 是21年的12月31日 这是过了几年呢 来 咱一起数一下啊 18 19 2021 这一共就是四年 可以说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等待期 是四年的啊 这四年的等待期 有了 改增值权应在23年12月31日之前 行事完毕 这就等于告诉我们呢 等待期 虽说是四年 虽说到了等待期结束时 就到了可行权那一天 但是你听清楚 可行权 可行权 是说可以行权 但未必真行权 什么时候行权呢 什么时候行权 你自己定 但是有一条 你不能老拖着不行权啊 这不是21年年末吗 再往后数两年 2223 如果拖到23年年末 你还没行权 表明你就不想行权 没有主动行权的 行权的这个愿望 那干脆给你做废了算了 所以咱们这个行权有效期啊 是约束你 你不到行权之前 你不能行权 那是等待期 到了可行权之后呢 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把它行使完毕 你不行权 也就作废了 啊 我们继续看 M公司授予日 股票的市价是美股五元 这里虽然给了一个授予日的股价 但它是纯粹的干扰 在我们这里没有用途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我们现金决算的股份支付啊 它是不用授予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的 只有那权益决算的股份支付 它才老盯着授予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呢 所以这个授予日的股价 它是个干扰 截止到21年年末 累计确认的负债是60万 这等于直接就告诉我们 等待期内 这个现金决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确认了多少负债呢 60万 诶 这就简单了 它就相当于告诉我们 虽然这是一个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但是不需要你计算 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 负债了日的那一天的 负债是多少啊 成本费用是多少 不需要你算 需要你做什么 这我们也不清楚 还得接着往下看 但总体来讲 我们说这是个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这道题无非要考核的 就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最本质特征呗 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本质特征啊 和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比起来 在等待期内 他们都要用一个站在全局确定局部的思路 这是一致的 但是只要出了等待期就不一样了 出了等待期之后 如果你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在等待期内形成的资本攻击 后续不做调整 但是你要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你在等待期内形成的负债 出了等待期之后 要随时关注这个负债 也就是应付职工新托的供运价值的变化 要把它的供运价值变动 记住供运价值变动损益的 看来 本题告诉我们等待期内的负债总额 那剩下来就是一件事来比较这个负债的变化 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我们继续看 截止到21年末的负债金额是60万 18年到21年共有10人离职 告诉我们等待期内最后结束时 100人还剩下90人 这个就不用估计了 可行权情况也不用估计了 最终90人 那22年呢 到了22年其实就出了等待期了 注意啊 只要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只要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一出等待期 你的脑子中马上就想起一件事 该做负债的比较了 他说的是22年没人离开 那说的是22年年末还有多少人呢 还有90人 但是90人中有8人行权 那说明还有82人没行权 行权这8人给了88万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 你要想站在22年年末 去看这个负债总额跟60万比起来 是否有变化的话 你就得把它分成两份 一份是这8人行权 形成的88,000的负债 有人说这怎么是负债呢 这不是行权支付的现金吗 在没支付现金之前 他不也是负债吗 所以你要学会这种动态看问题啊 所以说现在你是给他88,000的现金 但是你在支付现金之前 这88也是负债啊 另外呢还有82人 82人每人1000份 所以82乘1000 再乘以22年年末的供应价值 这就是现金解算的特点了 要找到22年年末的供应价值 比如说我们这增值权 22年供应价值多少 拿来之后一乘 乘完了 82乘1000乘以22年年末的供应价值 乘完之后 就算出了这82人的负债 这两部分负债金额加在一起 和这60万去比 那就应该算出吗 22年年末该负债的价值变化情况了 好 我们来看 是这样吗 继续 22年年末 增值权供应价值是12 那我们就用82乘以1000乘以12 这是未行权那82人 另外呢 还预计23年没有人离职 那就说明最终我们这儿 总体来讲就是这82人在22年年末 没行权 这个金额加上88 把他俩加在一起是谁呀 是22年年末的你的负债的总额 然后和你等待期内已形成的60万去比较 如果大于60万 也就是我们的结果是个正数的话 说明负债在增加 待期应付职工薪酬 借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是负数的话 说明负债在减少 我们是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待期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我们来看他是问什么 说M公司应该向股份支付 在22年应确认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是多少 没有问 我们这是负债增加减少 就直接问你个供应价值变动损益是多少 那你就直接拿这负债去比较 用总的负债金额减去当初的60万 看看到底供应价值变动损益是多少 当然这给了四个选项 直接看看不来 你把老师这个计算过程给他计算出来 就能找到 当然这里边呢 正确的选项是B选项 你算一遍就能找到他 这是怎么算来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就用你这82人乘1000乘12 再加上8800 建议大家是先加8800加在一起是那负债总额 再减60万最后是47万2000元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应该说这道题虽小 但是麻雀虽小 五无丧计全 做这小题 你能够感受我们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核算特点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再给大家归纳归纳 我给大家提过 我们做题的目的不是说答案 是来对的题有一个总结和提升 那么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和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比起来 在等待期内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始终用的都是受益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养价值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份表日用的都是资产负债表日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养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等待期一结束可行权之后 如果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它在等待期内已经确认的权益工具 比如说资本攻击其他资本攻击 以后价值不再变动 因为我们的权益工具是用账面来体现不体现公益价值变动 但是如果你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在等待期内形成的这个负债 出了等待期之后要关注这个负债的供养价值变化 要把他的供养价值变动进入供养价值变动损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份表日 确认的那个资本攻击是其他资本攻击 但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份表日 确认的那个负债是应付职工薪酬 这些特点你要能把握我们对于股份支付的快递处理 一般原则就掌握得差不多 至少一般原则就能掌握了